然後資料怎麼找 那你首先在Youtube上面的首頁 Youtube上面 不是Google Youtube 然後上面它不是有搜尋嗎 你就輸進Dance Piano Dance Piano是我的帳號就對了 也就是我在那邊丟的是Dance Piano 就是Dance跳舞 Piano是合在一起 連在一起兩個不要分開 Dance Piano 重點要記住 空一格 那我們今天不是叫認真一嗎 你就這邊輸進Dance Piano 認真一 噼哩啪啦噼啦全部都出來 以前我丟的時候 我最近當然不丟 因為這以前丟過了嘛 就是把這個認真一 輸進Dance Piano 還有很奇妙喔 你輸個認真一對不對 你這個一用這個喔 他不認識了 因為他Youtube這方面比較笨 不像Google這麼 Google比較聰明的 雖然是Youtube跟Google 被Google買走 可是在這個軟體方面 可能他寫的沒有像Google那麼厲害 他就不懂 你如果寫個認真一的 你用一用這種 他找不到 那你找不到的時候你怎麼樣 你就可以試一下 你就把它改成一啊 這個一這樣就可以找到了 對 你如果寫這個阿拉伯這個一 他不認真一 因為我 因為我當初寫的時候 我是也認真一 有可能寫一啦 也有那如果我以前寫一 他就可能就找到了 還有這個 比如說有一首歌很有名 我以前有教過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對不對 那個也是好愛不知道誰唱 那個那個 有一首歌學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那歌是這麼長對不對 那我習慣呢 就各位縮短篇幅 把字都連在一起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連在一起 那你如果一般正常人就是 我們舉個例子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你看這麼長的字啊 那我為了審篇幅 我就把它連在一起 沒有空 還連在一起 那我說連在一起的時候 有的時候 反正每個字啊 我都寫個大字 那可是你如果這樣 整個書進去 你如果說是 全部連在一起 你反而可以收得到 因為我就是這樣寫的 它可以收得到 可是正常人都是這樣寫的 你這樣一寫進去 變成收不到的 懂不懂這樣 那收不到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嘗試一下 一種是連在一起 一種是分開 嘗試一下的 我以前早期的時候 因為我審篇幅嘛 我就把它連在一起 後來我發現很麻煩啊 因為連在一起啊 有些人都找不到 後來我又後面的人 後面的人 我就把它分開 分開的時候 分開的時候 所以你們都嘗試一下 連在一起 我這個分開 都嘗試一下 收不到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 懂不懂這意思 這樣 老師我那個 我有把那個 網路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我那個 電子書 是電子書 是放在我自己 伺服器上面 那那個 這個東西是丟在 YouTube上面 不一樣的東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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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